還有那個激素啊 就是像會影響到我們外貌喔 因為像我們變胖 對 變胖 我們在睡覺的時候會分泌一些瘦素 脂肪細胞會分泌瘦素 會讓我們的就是 比較不會那麼容易餓 是喔 對 所以就不會吃太多的東西 然後還有會分泌一個叫 蜜乳素的 會讓我們水 皮膚的那個水分比較飽 就是比較會有QQ的感覺 對 所以你睡不好的時候 皮膚就會乾乾的 容易有皺紋 對 所以難怪人家說要睡美容覺 對 是真的 其實不睡覺真的很恐怖 但是像也想知道一下說 到底什麼樣的狀態才會被評估成 真的是失眠 欸 其實我們在醫學上呢就是 你要每個禮拜 然後呢有三天以上 你覺得睡不好 不管是你覺得潛眠 還是覺得就是無法入睡 就是睡起來還是很累 睡起來很累也是一個 喔 是喔 那我一個禮拜根本每天啊 超過了耶 而且這樣持續三個月以上 我們就會定義為失眠症 我都已經三年以上了 還是什麼三個月 應該三十年都這樣過了 還沒有好嗎 我那麼 這太容易了吧 你沒有一種這樣 對啊 怎麼都跑過了 好 那我們剛剛講到 這個是身體健康的危機嘛 對不對 再來是整體外貌變化 對 怎麼樣個變化法咧 對 就像我有時候要飛早班 可能兩點 三點那種紅眼班機 就真的會睡不好 然後就會免疫力系統下降 然後我的脖子就會 即興濕疹發作 我有一次就是因為這樣子 紅紅中中的 然後又去上飛機 站了登機門 就那阿伯看到我說 對 小哈哥不簡單喔 不是啦 不是小哈哥啊 什麼話 沒睡好亂講話啦 對 因為其實那個 我們的壓力荷爾蒙累積 因為沒有睡好 然後它會去攻擊我們的抗體 所以讓我們抗體就開始有點錯亂 會攻擊我們自己的細胞 就變成有些自體免疫的 疾病就滑出來了 像濕疹啊 就自己攻擊自己 然後蜘蛛疹 這些都是自己在攻擊自己的狀況 它已經搞不清楚狀況了 它已經笑了 可是你們空檢應該更容易吧 因為有時候飛到哪裡 又要調整那個 對 時差的感覺 對啊 然後有時候那邊又乾 那邊又濕 那邊冷 那邊熱 所以我們就導致 就是沒有睡好 滿辛苦的 真的 我覺得工作壓力真的會很大 有時候譬如說 我們要表演可能是前兩天 或前一天才排練 或是你要背稿 你真的是壓力很大 然後那時候你就心裡想說 沒關係 你已經背好了 然後你睡覺 但是你睡覺的時候 腦中還是一直在想 對 壓力 所以你就平均 就兩個小時或三個小時 就會一直醒來這樣子 然後我之前就有一個狀況 就是我都一直睡不好 然後我就發現自己開始變胖了 我覺得這很可怕的是 你都是正常吃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原因 你就開始就是往橫向的發展 然後我心裡想說 那如果是這樣變胖 我就開始控制飲食啊 開始運動 但我就發現有時候 譬如說我們的工作 可能錄完已經凌晨12點 或是像媽媽們 就照顧完小孩小孩睡的時候 可能已經9點 10點 或是老公回來 然後煮消夜給他吃 你根本就沒有時間會去運動 然後再來是 朋友很久沒有見面 去聚會就好 然後我心裡想說 好 那我絕對不要吃下午茶 但是一去的時候 那甜點一端上來 怎麼可能 忍得住 那是輸壓樂園耶 就馬上破功想說 我先吃一口就好了 然後吃吃吃 再來一盤 就會開始一直大量的 就而且 也包圍什麼 你睡眠不足 你的那個飢餓感 就特別的餓 而且對於高熱量又 特別的喜歡 對啊 就會想要吃炸的甜的這一種 對 就會像這樣